台北市長蔣灣親自出席捷運 北環段北市境內的開工典禮 這是北臺灣捷運路網的重要里程碑 蔣灣全力拼市政 畢竟虐童案各界持續緊盯 台北市政府該檢討的一定檢討 兒童保護 沒有人是局外人 需要中央地方各縣市政府 大家共同努力 前一天北市府才召集專家學者 開檢討機制 但綠白陣營磨刀霍霍 預計在22號召開臨時會 邀請蔣灣為此專案報告 而現在傳出藍營預計反擊 假機動員讓臨時會留會 留會之後就沒有專案報告 蔣灣就不用進入議會 蔣灣現在是要跟侯友宜看齊 不進議會接受質詢 不進議會向人民報告 不接受社會的檢驗嗎 那市長贊成這樣的行動嗎 我們尊重議會 虐童案之外 加上國民黨議員陳崇文 捲入監視器涉灘等等問題 成為攻防焦點 也因此蔣灣在這週末 本來預計要拜訪台中市長 盧秀燕的行程 二度喊咖 那未來我們跟各城市間的交流 確定我們都會跟大家來說明 降低被政治解讀的可能因素 畢竟內政部長林宥昌 近期頻頻走訪雙北 也引發聯想 日前才為了涉子島議題 和蔣灣會面 二十一號下午 林宥昌將到新北 拜會市長侯友宜 只是傳出引發雙北的幕僚不滿 指揮林宥昌以溝通橋樑 職資拜訪 但私下頻頻放話 也被解讀有意繳足雙北 對於潛在對手 講完老神在在 畢竟無論誰要挑戰大位 距離二零二六還有一段時間 對他而言 更重要的是 不能讓市政失分 華盛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莊惠琪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盛新聞YouTube頻道